這是VS2要交換結果的途徑 通常VS2在電腦上 確認VS2 Result和VS2 Startup 一按按VS2 Startup 隨著時間是一個應用 它說沒有問題 我們就確認它開始 成功的話你會看到Avest整個Lopo 還有它嘗試同步VS2聯繫 成功的話這裡應該有行字 現在不成功了我們按Refresh OK 通常我會試兩次 如果兩次都不行 我就會拔後面的電腦再弄一弄 都不行 那我就會去電腦後面 在這個位置有一個VS2 cable 我會拔掉它 再拆進去 OK 然後我會再按多次Refresh 可以了 於是我就會按Save 把它放開一邊 那VS2 Result 那VS2 Result 這些就是 就是 後面傳輸到之後的地方 那我會過來這邊 我會按File Last Wrote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傳輸的result 我會按Creen 然後那個Format就是XMIT 就不用Creen 我們只要result result 那那個report就會傳過來 通常大概5秒左右 3 4 5 噢 這樣就彈了 那我會Double Click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的result 那當然了 我們還可以加上其他template 那裡用